大家好,我是开水 劳动资一审被判处死刑后 当庭提起了上诉 目前审判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在一审不久后 网上流传了一段两分多钟 劳动资跳舞的视频 之前我也做过一个他跳舞的视频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今天又有最新的消息 之前有人说这段视频是拍摄于2016、2017年 但是被证实是拍摄于2014年 视频里面和劳动资跳舞的男士 是一名舞蹈老师 一名舞蹈俱乐部的老师发声说 劳动资在他那里 学了几个月的沙沙舞和巴恰梯 沙沙舞拉丁风格的舞蹈 舞风热情奔放 巴恰梯是交际舞中男女距离最近的舞蹈 当时一位上海的男舞蹈老师来交流 这段视频就拍摄于当天晚上的舞会 这名舞蹈老师说 劳动资学舞时间不长 跳得很一般 没想到这个视频还保存了七八年 今天发到网上来 还引起了热议 但是他后面回应 劳动资很少出现在公众场所 也不敢去参加一些大的活动 因为他和劳动资私交还可以 所以他们私下活动 劳动资才会和他们一起出去 其实和劳动资跳过舞的男士不在少数 毕竟劳动资是在酒吧工作 其中一名男士说 他当时和劳动资跳舞 感觉劳动资风韵牛纯 但是舞蹈确实跳得很一般 后来得知劳动资是背负七条人命的杀人犯 他也是吓得一身冷汗 看过劳动资相关报道的人就会知道 劳动资以前和法子盈是相互配合作案 劳动资用自己的姿色 勾引一些有钱人 而法子盈负责行凶 法子盈被抓后处决了 劳动资开始了20年的逃亡 中间他也有过几次整容 但是还是没有逃脱高科技的追捕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动资被抓捕前后 容貌的变化非常大 抓捕前身材看起来苗条 有几分姿色 而且自己还弹琴跳舞 在看守所里面住了22个月 劳动资明显的变得丑陋 身材严重的发福 人也苍了很多 劳动资被捕之前 基本是在娱乐场所工作 天天需要化妆 心情也是相对轻松 所以看起来外表还不错 被捕之后 他的心理压力变得无比的沉重 严重影响了他的外貌 一下子就苍老了很多 再加上他年龄本身也有这么大了 所以看上去容貌变化非常大 有网友说 有网友说劳动资现在的样子 像一个菜市场的大妈 劳动资曾经在法庭上辩解 他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 是被罚人胁迫的 自己也不敢杀鸡 怎么可能敢杀人 不过法院审理认为 劳动资是共犯 而且起了主要的作用 所以才判处了死刑 有网友说劳动资天生就是说谎的高手 多名受害者的家属表示 不肯接受劳动资的道歉 只希望判他死刑 或许劳动资到尽头 才是他的一个解 本期担当不肯接受劳动资的鞋